林丹谢信芳从1997年相恋,2010年登记结婚,2012年两人婚礼,被称为深雕侠侣般的浪漫,但在2016年,谢信芳为林丹怀儿子时却被曝出鬼。 随后,林丹主动道歉,谢信芳表示,原谅之错就改的林丹,并表示一家人会风雨同舟。 近日,谢信芳在为自己的事业宣传,林丹也出席参加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,晒出了林丹和谢信芳,在那天活动的视频,佩文说,在南宁偶遇着夫妻俩,从视频中可以看到,两人在台下,一旁有一些工作人员在帮忙。 谢信芳在前面,林丹在后面,当工作人员交代一些事情时,两人都看了下工作人员,但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存在。 而这个时候林丹,除了跟工作人员沟通交流,偶尔低下头。 谢信芳的表情,男人寻味,谢信芳当年也是美女一枚,不然也不会让林丹爱了那么多年。 两人爱情长跑九年才举行婚礼,到谢信芳生孩子,两人相知相恋近二十年,无奈因为林丹做了那一件事,两个人似乎怎么也回不到当年恋爱的样子。 我们从图中看出,林丹跟谢信芳全程没有一个眼神上的交流。 从评论区也能看到,大部分网友都在说,一看就是没感情了,感觉谢信芳眼神离离了很多,不再像以前那么温柔。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,谢信芳根本不理临,连目光都不像兔吉,没有爱了,没有互动交流,全程被对,厌恶从心而起。 还有网友用四个字总结,冒合神离,毫无交流,感情很疏离,战斗不站一起了,在观念中,难免有一方犯了错,如果都能像马毅丽跟文章一样,且挺且珍惜。 内场也不是一件圆满的事,觉得谢信芳跟林丹还有爱吗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